哦,投地不舒服,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好多飞机在电子飞机的上方在飞样 他们在飞样,他们在旋转应该来说 他们在旋转 他们现在测试什么呢? 它的旋转范围能够在下面独大范围产生影响 因为以前旋转的时刻,下面没有一个测试的东西 它就不知道到底对多少范围产生影响 现在飞机在旋转的时刻,下面产生风 风呢,每个一米有一个电子飞机 每个一米就是一个网格上的 所以他们能感觉到风 所以上面飞机在旋转的时候 下面的小飞机就能感觉到 就感觉到哪几个感觉到风 风的强度什么之类都有了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这次做了一个 比以前更精确的一个测试 以前没有测试过这样的 现在这次就在测试了一下 他们飞机在旋转的时候 对下面的影响 对下面的影响 包括风的范围啊,强度啊,方方面面 现在做这个测试 现在做这个测试 测试完了以后 然后再进行后面搬着核物质 因为搬着核物质 还要登前道工序 前道工序 三倍发现 倒闭发现 然后顺便先缠着透透的 要移着核物质 然后再开始 所以在之前他们会对飞碟进行测试 用电子飞碟来对普通的飞碟来进行测试 方方面来测试 因为正好有这个机会 再加上还有一段时间 你那个正式工作还有一段时间 这次又是一个新发现 又是一个新发现 这位移着核物质 真是下了血本了 真是下了血本 知道了 好,再见 再见